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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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有严谨的科学性 还有趣味性 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 看一看书中都讲到了 哪些好玩的植物智慧 您听说过海底森林吗 在亚热带地区的海湾 江河入海口潮间带 就生长了这样一种植物 叫做红树林 每当海水长潮的时候 整个红树林就会被海水淹没 退潮之后又恢复了生机 所以被人们称之为海底森林 但生活在海水当中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海水的岩度高 海浪的冲击力大 让我们接下来一块了解一下 这红树林是如何用智慧 让自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 生存下来的 首先 面对海浪的冲击 红树植物从树枝上 长出了许多拱形的支柱根 直达土壤 同时 在主根上发出了多条板状根 这就使得红树能够稳稳地 站立在海水下的淤泥当中 其次 为解决海水长潮时的 氧气供应问题 红树植物呢 会从地下冒出表面凹凸不平的 《呼吸根》书中是这么写的 细看才发现 这是根皮形成了一个个向下开口的 带状的空腔 海潮上涨时 虽然整个植物都浸在海水里 但是空腔里的空气 依然被保留在里面 仍可以维持一定时间的氧气供应 仅仅是生存下来 对于植物来说 那是远远不够的 实现物种的繁殖 才是植物的终极目标 如果说 它们的果实成熟以后落下来 那必然会被海水冲走 就得不到榨根的机会 所以像角果木 木兰等红树植物 发育出了胎生现象 书中写道 种子成熟后不直接掉落 而是先在母树上蒙发 它们的胚轴突破果皮向下生长 形成一支支下端尖尖的 长约二三十厘米的棒状胚轴 推潮时 它借助本身重量 下坠插入淤泥 几小时内迅速扎根 成为一颗新的植株 而那些未能扎根 飘在海水当中的幼苗 在海上漂浮几天 甚至几个月 都不会死 一旦遇到了淤泥 便会生根发芽 听到这儿 大家伙是不是惊呼 植物的生存智慧太棒了 事实上 经过了漫长的进化 植物的根莖叶 花朵 果实和种子 每一个器官都暗藏了玄机 接下来我们来举一个贴近生活的例子 绿豆汤 大家都喝过 这绿豆汤在夏天是结束的凉方 当您高兴地喝到绿豆汤的时候 冷不丁地吃到一粒石子 突出了一看 竟然是一颗未煮开的绿豆 植物学家称这种石子为 硬石种子 您可别小瞧这一颗不起眼的绿豆 这可是绿豆这一物种的诺亚方舟啊 一旦遇到了干旱水 烟爆冷或森林大火等不利的环境 那些已经发芽的绿豆 就会遭到灭顶之灾 而硬石种子 却可以坚持一年 甚至是更长的时间 灾难过后 硬石种子便可以生根发芽 继续地生长 要不了几年 绿豆家族便又能在当地繁荣起来 和绿豆保存物种基因的方式相同 人类已经在挪威 斯瓦尔巴群岛 建立了末日种子库 书中写道 它可以预防植物的传染病 可以防原子弹爆炸的冲击 常年在零下18度的环境中 可保存长达1000年的储存 估计最久的高粱 大约能存放1.95万年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 植物和周围的环境之间 也发展出了多样化的关系 有的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 比如说藤本植物榕树 会把一株巨大的桥木活活搅死 来获取阳光 有的是寄生关系 如寄生植物兔丝籽 靠夺取寄主的养分和水分为生 本书提供的最高级的共生关系当中 有要求对方先做出批量的牺牲 然后在当年或在几十年之后 再回报给对方子孙的杰出力证 比如碧莉与碧莉荣小枫 这就是我们节目开头讲到的那对 寄生关系的主人公 他们可以说是 协同净化的杰出力证 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是碧莉的两种雌花 雌花就是有结实能力的花朵 上面一行为长花柱花 能结实 下面一行为短花柱花 也叫影花 不能结实 我们再来看这张图 这是碧莉荣小枫和她居住的影花 黑色有翅膀的是雌峰 黄色没有翅膀的是雄峰 右下是他们借以寄生的影花的脂肪 影花的花柱很短 与雌峰产卵器的长度相当 因此雌峰就可以将一颗颗卵 顺利地送到影花的脂肪内 这些卵孵化出来的幼虫 占据了影花的脂肪 植物像哺育自己的胚胎一样 源源不断地向他们提供了营养物质 被这些幼虫寄生的碧莉植株 只有这种特化的雌花和雄花 不再结实产生碧莉自己的种子 那么它整年的光和作用产物 几乎全花在培育几千只小蜂上面 在这里可以说植物为小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么碧莉自身繁殖所需要的种子 又从何而来呢 这就要靠长花柱花 由于小蜂产卵期太短 没有办法通过柱头向子房产卵 所以说他在寻找影花的过程当中 把身上的花粉全查到了长长的花柱上 实际上进行了充分的传粉作用 为碧莉皆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这些小蜂在完成了传粉任务的同时 也耗尽了体力 满腹怀卵死在了长花柱花的花絮内 荣小蜂拼死传粉 从短期来看 这是一个巨大的牺牲 因为它们死前已无法产卵 无法按照生物的本能完成其生活史 但是从长远来看 这种行为充满了意义 因为这正是它们的传粉 促使了碧莉树结出大量的种子 而这些种子长成大树 荣小蜂的后代 又有了更多的栖息与繁育场所 书读到这里 像碧莉戎小蜂和碧莉这类 富有远见的生物 对我们人类当前一些 不顾子孙后代的生存 乱砍乱伐 过度捕捞 偷偷排污等行为的一种 无声的谴责 在我们不得不惊叹 植物智慧的同时 是不是也可以从中 获得更多的启发呢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